大家好 歡迎回到《軍工開密》 即是我們《軍武器言》和陳博士這邊 《科學新知》的一個聯合節目 主要是讓大家知道更多軍工裏面的產品 最重要是讓大家知道軍事科學裏面的原理 令大家對科學和軍事科技的東西更熟悉 我們今天和陳博士想在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爭裡面 去分析一些很暫生的武器 而這個武器也很適合這次戰爭使用 因為這次以色列對付的敵人哈馬斯 非常擅長利用地道的作戰 他們有一個很廣泛的地道網絡 甚至乎他們的發言人說 是比越南打越戰時的地道網絡更完善更加先進的 所以我們會說到以色列的部隊 現在他們需要拯救本國的人質 外國的人質的情況 大家普遍相信這些人質都是藏在地道裡面的 甚至乎我們稍後都會說 有其他建築物 也都會在他們的地下 我們也是說地道的網絡 又會建設 所以其實以色列的軍隊 他們面臨了諸多的限制 尤其是不可以進行大肆的殺戮 大肆的破壞 會傷及人質 和國際之間有很多的譴責 所以我們今天和齊博士 會看到以色列有些新的秘密武器 怎樣可以克服到地道上作戰的劣勢 甚至乎可不可以透過這個武器 挽回這次少少的面子等等 所以今天會和齊博士一起聊 在開始之前大家記得給like和免費訂閱 包括我們New Hong Kong的軍武器人 和科學新資 多謝大家 好 我們和齊博士聊天 喂 齊博士 你好 是 Larry 你好 大家好 齊博士 你真的要和我們解釋一下 這次我們講的以色列的部隊 他們新發明的一個新的武器 我相信這也是全球獨家 我相信 聽完很有趣的 尤其是他要對付地道 還有我們一會兒都會說 就是以色列已經公佈了 就是哈馬斯利用了一些醫院 或者學校那些東西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你以色列真的去抓他 就會中了那些什麼 日內瓦條約那些問題 於是經常把那些指揮部放進去 那些武器儲存也放進去 所以這次我們講到這一隻的 我們俗籍叫做Sparm G-bomb 簡單說 就是我們叫做海面炸彈 但是很好笑的 如果大家找陳博也是 我也是 我們去找資料 你找Sparm G-bomb 你只會找到海面寶寶 那是非常神秘的 所以陳博士 簡單介紹的是什麼 還有它有什麼好用呢 這樣說 我想這一集就不是真的說 這件事會有多好用 但是其實呢 就要給大家去評估一下 究竟這件事可以有多有用 這個消息都來得很新鮮的 就是說 因為很多的地道在這裡 我們可不可以有些辦法 就叫做破壞它 破壞它的意思 不是說你真的要用炸彈炸爛它 有沒有辦法可以很快地 填了它 填了它 那你可能想一般你去填一些地道 你就找一些水泥來倒掉它 但是你有多少水泥才可以的 還有你也要在哪裡供應 後勤補給到這些材料出來 而且那個施工的時間 你也是很麻煩的 那所以呢 你要去將它 想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快靈正把這個隧道去阻斷 那有人就想到一些提議 其實現在你問 是不是已經實行了呢 沒有的 因為在這個新聞裡面 都只不過說就是說 以色列準備去測試 還有開發一件叫做海綿炸彈的東西 那海綿炸不死人的 但是呢 他這件事情 你問我呢 是不是真的用來炸人 是不是一樣真的是武器來的呢 你如果問我 我覺得它更加像一種裝修工具來的 其實就是 一種材料來的 那事源是怎樣呢 如果你想快靈正 去將地道填滿了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的裝修或者建築材料 或者一些化學的材料 你可以很快地突然之間在一個空間裡面 將一個空間填滿了 然後它會自己營結 硬淨了 你是需要時間重新做回去的 有沒有這樣的 好像一些魔術的東西 那其實呢 實際去 即是怎樣去整這件事 以及裡面用什麼材料 它沒有公佈到的 它純粹就是有一件事 它在搞中 叫做一種叫海綿炸彈的東西 想著就 我覺得有小次看卡通片 你可能是 隨便扔一塊東西下去 砰 一聲和你爆了一塊東西出來 和你把所有東西都壓緊 這樣 好像變魔術那樣 實際上呢 其實你說如果在化學裡面 我們其實原來不小心生活上 甚至你看見有人做裝修 都會用了這些類似的東西 我不知道Larry你本身 自己有沒有興趣去看人搞裝修 甚至自己下手下腳做的 通常那些洞洞洞洞的那些東西 比如說你見棚的地下 尤其是如果你住外國的那些房子 有時候你那個行人爐 你自己石屎下面那個位置 水土流失了下去 那你見到有人會把東西弄上去 我不知道Larry你有沒有玩過這些類似的東西 有沒有自己或者親眼看到這些 這些材料這些工具 你說那種如果本身是 一粒粒的固體的 我沒見過 但是我經常見那些人擠一些東西下去 就是擠一些東西下去 硬了那些就可以了 是的好像是擠一些泡的那樣的東西 那當然你現在是餘了 擠得越多 擠到那個地步 最可能在那邊邊流出來 然後你見到已經和周圍的水平還原了 填滿了呢 哦 那就沒有問題了 是吧 那很多這些網上DIY教學 教你怎樣用這種泡沫劑的 這些泡沫劑就是 它出來的時候當然是一個泡沫 但是它遇到空氣 硬淨了之後 它結成一種醉合物之後 它就梗在那裡了 填滿了空間 而且你在上面滾一下車 它都頂得住 如果你真的要重新起去再做都行 你就真的把它當成混型土 當成鋼筋水泥這樣拆掉 但是它裡面的密度就相對比較低 因為它在你擠的過程裡面 它會填滿了很多空氣 就是說 你其實就是一種物質 它就是可能裡面很稀疏 密度不高的 但是它結了出來就很硬了 整個那些中間很多泡沫的結構 但是就撐起了一塊結了硬 但是裡面又填了很多空氣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用很少的物料 填滿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所以呢 第一時間我就會想到 其實會不會以色列就準備去玩這種材料呢 我不知道具體上 你可以一份這樣的材料填滿幾大的空間 實際上我自己都不清楚 因為也都很受理那個 怎麼去玩那種化學反應去做出來的 那在這裡呢 就是我自己去找資料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問我 現在我都是 猜一下而已 但是我也是像 就是呢 我猜呢 其實以色列去打算搞這種叫做 所謂海綿寶寶炸彈這些東西呢 其實不外乎就是我們裝修用的那種叫做 那種叫做 那種叫做 泡沫噴制 那種可以凝結的泡沫噴制 其實是相似的 那 就是我又接下來要講 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就是這件事呢 那原來呢 那在那個新聞報道那裡 他有討論到的 就是說暫時在這個開發階段 都遇到很多難題的 那因為呢 他你要弄這種泡沫出來 你不是說就這樣 一個泡沫熬好了噴出來就算的 他是要將兩種的 兩種的製劑 是混合在一起 讓它化學反應 然後滾一聲就噴出來 就變成你要用的泡 那些製劑的原材料本身呢 是一些化學上比較活躍的東西來的 那他沒有說到是哪一種東西 但是就說其中一種就是 他就說會很多時候 令到那些工兵去施放那些人 甚至乎那些防化兵去做的應該 就會損害他們的呼吸道 和醃到眼睛 那我一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我就嘗試去找了 會不會我們在用的那些家居裝修 用的那種這樣的spray form呢? 就是那種這樣的泡沫噴劑 其實都是會有這樣的化學的刺激給別人的呢? 那其實找到也有的 那這裡呢 就可能Larry你都會找到他的資料 他那個東西有個名字的 用Iso-Signate 那個中文叫什麼? Iso-Signate Iso-Signate 不要緊 那些刺激的結構 也都有些樣子 也都會連著其他比較複合的炭氫化合物 那其實它是一個可以拿來準備去進行化學反應 令它變成一種聚合物的一種原材料 就是其實它原來那些這樣的泡沫噴劑 它要將那兩個東西混合來做到的效果出來呢? 其中一種 我們就會說就是這種叫二清酸的複合化合物 然後再將它混合在一起 那些東西裡面就是一些輔助的材料 就是你去刺激它的化學反應更快 以及在中間令它填塞更加多的空氣 以及令它不要搶火 那麼由這幾樣東西混合在一起 令它一放出來接觸到空氣 就會自動結成一個很多泡沫混合的一個巨大的結構 很多的泡沫 而這泡沫你等一個短的時間 它就會硬淺了和凝結了 而這種Iso-Signate 即是說回它的化學特性 那個廢點是攝氏二十三點不到的 就是說在室溫它就已經沸騰了 那你就可以聯想到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 平時我們家居裝修用這種這樣的制製 其實就是如果你是硬要自己去混合的話 其實是挺危險的 所以它一般你做到出來 它就盡量不用你這樣 就是不用你將兩樣東西拆開 就自己一樣東西倒進去 它就不用這麼做的 它就會在你本身用的東西裡面 已經有一個小的機械來幫你去把兩樣東西 你要的時候就混合起來 然後出來就是你要你那種 填充那種泡泡 但是因為在以哈戰爭的地道裡面 你要用很大量的 你不可以就這樣 手裡面拿著一個 激烈罐這麼小的東西 就跑去那裡噴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那幫以色列工兵 你是幫人裝修的 你不是幫人填孔的 你真的要用很大量的 所以你就要教識那堆 這樣的以色列工兵 怎樣去處理這些東西 去怎樣開來用 你還想做到的效果 就是一次過 能夠在最短時間中 一次過填最多的地方 所以那個化學反應是很激烈的 但是也都其中一樣 那個製劑本身 那些這樣的二清酸是一種 涉氏23.5度就已經是沸騰的東西 而且它是會醃硬的 所以基本上我都很肯定就是 其實你由那個化學特性 和出來的那個化學效果 以色列基本上就是想 將這樣這樣 我們在維修道路 家居裝修那裡會用到這些東西 就在這樣的哈馬斯建的隧道裡面 將會大量使用 那究竟可不可行呢? 其實我們現在還沒有答案 它是不是一種武器呢? 我覺得它更加是一種材料 它不是真的拿來殺敵的 它是純粹拿來做一個 戰場上面輔助的工具的 我是想幫我把那個地道填了這樣 就是這個故事大約是這樣 是的 所以都很明顯 陳博士 他現在那個用法 反而就是如果在一個地方 用一個火力壓制 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例如我們說進入到地道 如果老實 如果對方肯定全部都是武裝分子來的 那你去中環都沒有問題 就是特種武器去到 看到你都遇到你見就殺了 總之你拿槍的人就即殺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如果現在還要考慮到人質 也都考慮到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以色列他們的防軍 最新公佈的情況就是 現在哈馬斯是嘗試利用一些大型醫院 現在在加沙的大型醫院 基本上他們的地下道 都是已經是哈馬斯的指揮層 他們那些部隊的指揮官就在這裡做事 那就是說第一 如果剛才我們說到那些轉地彈 麥喉講的那些轉地彈轉下去炸中它 又是被人控告的 就是被人控告你侵犯日內瓦工藥 好了 到你滲透進去打 都會死的 因為你都是醫院的範圍 所以他會不會真的遇上這些呢 不如就用這些風櫃進來 你都講了一個答案的了 就是你因應不同的情況 就是為什麼無端的搞這樣的事情 如果我有一個地補炸彈 或者我將那些地補炸彈再改一點 令它能夠可以沿著隧道那裡 繼續這樣炸出去的 就是可不可以就是 我可以一次過就索性摧毀了它 但是現在最慘 它用醫院來做掩護 或者你就算找到那個地方 你縮清了那裡 你都不希望在那裡放個炸彈 因為你留上了那個醫院 是不是 所以你總是希望有一些的情況就是 你是要真真正正的 要找人去攻陷那個地補 然後你清了牆 然後你才用這個海綿寶寶炸彈 來和它清牆 就是其實這樣而已 其實只能夠 就是你不會想著 哇 下面還有人 下面還有兵 我先把海綿炸彈放進去 然後讓海綿那些東西都一下子 它不是打算要這樣用的 其實就是 最後其實是一種善後性質的東西來的 其實 它不是一種有火力想著是拿人命的東西來的 所以只不過就是希望能夠促進了 以色列去完成地道作戰任務效果的一個 一個輔助產品 尤其是如果你提到這個 哈馬斯用到醫院來做掩護它的地下基地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你既想保存上面那種人道的建築結構 但是你也都不想下面這個恐怖組織 或的地道繼續存在 那你就用這些很溫柔的海綿炸彈 來挖掉它就算了 嗯 陳博士 如果他真的去挖掉那個通道 其實他第一 他本身有多硬正呢 就是他如果對方要去清除這些其實 是不是都很廢時失事 就是和其實都那個阻壓性都挺大的 嗯 這樣呢 我就只能夠是憑回我們日常 譬如那些這樣的 因為現在我假設了 他真的是研發成功 拿來去屯住地道的那種泡沫 都是用這種易清酸 混其它製劑 混出來的那種 就是和我們日常的裝修啊 那些填補東西啊 用那種材料是一樣的時候呢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的 一般你要去重新鑿開那些混凝土轉地的時候 那你一樣可以蓋上那些硬了的泡沫 那些東西出來的 但是一般情況來說 它都挺硬正的 你整個人撞上去 它會不會爛啊 就是但是你用一個炸彈炸去 都可能都會炸鬆去啊 這樣子 但是視乎你放多少 就是 它都是要重新挖過 你預了 但是就一下子 如果它不是說很有工具的時候 它也都會很 就是會起到一個左燃的作用 那所以可以想像的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 以色列如果是能夠研發成功的時候呢 它都會是一種 一開始用來臨時性質 用來去塞住地道的一些工具 長遠來說呢 如果再找到一些水泥倒下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自己再加料下去了 那我想起到一個 就是延患的作用的 就是它本身都是一樣密度低 但是都算硬正的東西 都需要一定的工具開鑿 不是說隨便找幾個人就可以找手挖到的東西 那個優點就很明顯了 但是陳博士 你覺得會不會有一些缺點 你說可能在私行上的困難 或者是都有一些首尾的東西呢? 是啊 那我其實都提了一些的 首先你不可以遠距離遙距投放先 就是這件事跟我們上集說 說軍公開物呢 說到那些叫做廟子那些這樣的探測系統都是這樣的 你是要去現場放下去的 那些東西是 那你不要想著那個海綿炸彈 很容易由一個常規的飛彈 跟你炸下去之後就爆炸 然後就跟你塞了去 那很大機會不是這樣 你要是很精準地去塞到東西 評估到的效果呢 很多時候你真的是要 找到 就是 找人工到下去之後才去做 而且是要清洗牆 善後這樣去用 才是更加可能的一個結果 那 所以這裡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件事就 就是 由個名字出來海綿炸彈 你都知道這件事呢 那個霸氣呢 都很有限的 其實都應該是 嗯 那如果這個炸彈呢 我們相信很初期去做 那這個炸彈 陳博士 你覺得它有沒有 接下來有些potential的應用的形式 又或者你說可能 它改良了之後呢 就是會不會令到它更加容易攜帶 更加容易使用 甚至乎剛才說的 會冷眼啊這些 其實那些副狀 其實都有機會可以走 變成可能接下來 不僅是地道 就是我們看到可能 它打擊很多不同的犯罪分子 或者很多不同的 其實這些 如果聽下去 可以對付到哈馬斯 對付恐怖組織 應該都挺好用的武器 嗯 具體上就真的不知道 它最後那塊東西 整成是怎樣的 它 其實都說不好聽 都是帶一堆建築材料 去填東西的 不過這個東西 比起那些普通的混凝土 就輕便 而且它中間可以幫你 夾很多空氣 來結一個很硬的一個結構 所以它就可以取代到 就是散卻到 我們用的那種水泥的份量 是不是 那麼施放的時候 這個完全是要靠回化學知識 你不可能只是帶一個 一個小小的打邊爐 那些氣罐那麼小的東西 去慢慢噴的 你變成了有沒有一個 出來做到的效果就是 可能你只需要一架 好像那些 一架水車那麼大的一架東西 裡面把那些化學製劑 就放在那裡 然後就有個 已經是有個很安全地 可以給那些工兵 或者防化兵用的一個 一個mixer 來去好像 變成那些消防員 去救火 去整個洞 去到那裡 就可以逃跑到那個洞裡 就是一直噴的噴地噴 然後噴了... 噴了一二十多分鐘 然後就可以讓人 bi Menschen gehe появ Now... 我容量起來 就要是一個這樣的規模的東西 不要想像叮噹在白布袋裡拿東西出來 在現場一扔就和你塞了整個隧道 應該就沒有這麼神奇的 如果你看到它用起來 都要有輛車有幾個人去用的時候 你也可以想像到那個限制是怎樣的 當然我們會繼續留意 原來它可以做到一個化學反應的地步 就是你原來用的帶的原材料很少 但是已經可以幫你填塞到很大的空間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變得更加有趣了 所以我們今天都看到這個spongy bomb 就是我們叫做海綿炸彈 首先它第一是什麼來的 exactly它又不算是一個炸彈來的 你反而發現它更加像是一些裝修的物料 它是臨時去一些 我覺得說得好笑點是一種空間的寶物 就是你把空間組的補充 之前說做測試都是有受傷的 所以之後落到牆怎麼使用 比如可能給特種部隊拯救人質 我們相信是會有一定的效用 也都希望在這次特種部隊 或者是以色列部隊去拯救人質 在地道上面很好使用到這種武器 減少了我們所說的collateral damage 就是那種的附帶的傷害 也都減少了國際之間對以色列部隊的批評 也都希望去攻擊恐怖分子的時候 使用到這個之後 可以減低了很多其它不擊不中的問題 今天多謝陳博士 跟我們很清楚解釋到這個spongebob 我經常都覺得 要不就在我腦海彈了一個海面的寶寶出來 是 是 是 很厲害的炸彈出來 是 是 好 好 我們就在另外一節之後 我們的軍公開幕就和大家再見 好 拜拜 拜拜